今次再一次帶大家去深圳練成真天地找食物 上一次我們介紹完在北京創立 在中國大陸現在有三十幾個城市 都有分店的康師傅私房牛肉麵 今次就來介紹在商場的C區 天津著名的小食店煎餅愛果子 煎餅愛果子在深圳都有幾間分店 連成真天地分別在A區和C區都有分店 他們提供多種煎餅果子的套餐 包括有豆花和豆漿等等總共六個套餐 另外可以單買有單蛋、雙蛋和彩虹煎餅 另外加錢加右邊所列的配料 這次我就試吃傳統雙蛋煎餅加芝士、油條和火腿腸 提提大家他們不接受微信的香港錢包 融開的觀眾就要留意了 下單之後店員會做蛋的外表 再將薄脆、醬汁和配料放上去 之後就會捲成一份完整的煎餅果子 再切成兩份 所以都很大份 不大食的人 其實中午吃一個已經很夠飽了 現在就來看看店員的即場製作 現在就做好看 現在就去煎餅果子 好看 直接把燈開 Zither Harp 由於是蛋的外表,裡面有一層薄脆 所以吃起來是外軟、耐脆 加上醬汁是甜的,所以都吃到鹹中大甜 加上這次也加了油條 所以更感受到外軟、耐脆的感覺 因為是即叫即做,所以可以在新鮮情況下吃 所以味道方便也算是十分之好 所以在這裡,誠意推介給大家 去深圳那時候可以去試一下 這次就先說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就會介紹來自美國的雪糕品牌 Dairy Queen 大家可以按現在右上角彈出來的I字 看看上次我們介紹的康師傅私房牛肉麵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這條頻道 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一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一次再見,拜拜